濾掉變成原來的10的5次方分之1 亮度變成這樣子 亮度變成原來的10的5次方分之1 太陽鏡把太陽鏡光到這樣子 你拿著那個直接看太陽是ok的 ok是ok的 那ND4他就是把太陽光濾掉剩下原來的10的4次方分之1的亮度 那基本上你如果拿這種太陽光濾紙看電燈管 對不起是全焙的 因為定的不夠亮 你透過這種太陽光濾去看電燈管 前面是全焙的 但是你拿它來看太陽 你就可以看到很明顯的太陽的一個點 ok 這個太陽光濾紙他主要是這樣子 所以各位看 你看今天太陽還沒有被完全遮掉的時候 太陽在還沒有完全遮掉的時候 我們這個地方還是照著太陽的濾紙 等到雨昕剩下一點點的時候 你看露出一個光 這個比較不明顯 各位天看這樣子 這個地方還露出太陽光 但是這邊隱約的有一個亮的環 這是不是看起來像一個鑽石的鑽石一樣 有沒有 所以我們稱它叫做diagram ring 但是呢 月亮在慢慢把這個光快遮起來之前 又有第二個景象 景象出現了 這個還沒有那麼明顯 先跟各位講 它會變成這樣子 這邊感覺有一個亮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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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一個項鍊珠串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稱它叫貝里珠 但是現在一個加分機會來了 為各位 為什麼會有景象是一個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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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珠串一樣呢 有沒有人能夠解釋 為什麼 原本只是一坨光 可是 月亮在慢慢在把太陽快遮起來的前一上那 你會看到有一個珠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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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珠串一樣 有沒有誰可以解釋 好來 說說看 因為月球表面凹凸 答對了 不錯很好 月球的表面凹凸不停 尤其我們從這樣看過去側面 三峰的部分把太陽光遮住了 三骨的部分就露出太陽的光 所以凹凸不停 今天我們就可以看到一顆一顆的感覺像是項鍊珠串的地方 從這裡到這裡的時間只有大概十秒鐘 十秒鐘就可以看到鑽石頭 然後之後變成貝里珠 然後就最後 月亮把太陽幾乎遮住了 遮住之後 太陽的最外穩定 有一個很微弱的光芒 我們稱它叫做日冥 日冥 這裡 Corona 日冥 日冥 眼睛可以直接看 OK 甚至如果你仔細拍它 如果你弄那個單眼相機透過望眼鏡去拍它的話 你有可能還可以拍出日冥當中可以拍出它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叫做磁力線 太陽的磁力線可以拍得出來 很好玩 OK 所以呢 好 這個時間 其實很短 剛才講過像比如說今年 那個什麼八月的美國的那個日全時 這個時間只有三分多鐘而已 而且在這個時間之內 周圍的天空 星星都出來了 OK 但是天色不會全暗 大概天空會有點呈現藍色的感覺 OK 但是星星都出來了 好 然後 周圍這個很陰森的光芒 欸 還有喔 太陽活躍跟不活躍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光芒會長得不一樣 太陽非常活躍的時候 這個日冥會變成有點像毛的眼睛的感覺 這個光芒是有點 有點變變變長形的感覺 OK 所以很好 然後呢 幾分鐘過後 全時過後 要準備升光了 欸 次序反過來 先被立足 再轉此環 之後 升光以後 就你一定要趕快把那個太陽綠鏡照起來看 免得到時候你的眼睛受傷害 好 那事實上呢 這麼漂亮的景觀 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它還發生了很多的現象 第一個 什麼現象呢 大概講多 天極速變暗 因為我就說喔 太陽被遮百分之九十多 一直到九十的時候 你還不覺得天色變暗 大概到九十五 九十五之前還不會覺得很暗 九十五以後就開始哇極速變暗 變暗了之後 星星就出現在天色當中 然後呢 再來 大地灰漫 鳥獸回潮 因為喔 天色暗了之後 有些鳥就會覺得說 欸 天色暗了 我該回家了 欸 它就開始往它回家了 很多鳥就一匹一匹的 往回家的路 飛 可是呢 我剛才講過 天色全暗的時候 只有幾分鐘 所以它可能飛回潮了一半 欸飛到一半 天色亮了 我剛才上班了 欸 又又又飛回去 結果你知道 據說之前有一次澳洲的日泉石 很多人在那邊看日泉石的時候 哼 怎麼天下掉下來 一大堆鳥掉下來 為什麼 因為鳥已經失去了那個平衡 然後 墜急 就墜下 有這種情況 喔 很好玩 那另外呢 還有 溫度急速降低 造成溫差而起風 這個呢 跟各位講就是說 你的那個 那個什麼 太陽被遮了之後 有可能就 比剛才原來的溫度 低了10度 低了10度 有才生的這個溫差 就開始起風 欸像我 我們那一次 我等一下會講 2009年 去大陸看日泉石 去大陸 杭州看日泉石 當時 一發生日泉石的時候 我今天那個風很大 都把我前面 我自己用 我用那個 後製板 後製板 做的那個太陽亮晶 都把我吹掉 哇 趕快再把它拿回來 接著 OK 然後呢 還有一個現象是 大家容易忽略 白色的地面或牆上 你會看見所謂的 繞射條文 你看喔 假設後面 頭顱目是八字 那我現在假設我是觀測者 欸日泉石發生在那 很多人就看這邊 沒有想到後面的白色牆上 開始像這個東西 欸這個東西 弄得因為這邊是用花 我可不可以給各位講一個 你要怎麼去形容 它這個波紋 有時候你會在 比如說如果你今天是住在類似 那種V啦 或者是游泳池旁邊 在游泳池旁邊的時候 晚上不是那個燈光會打開嗎 燈光打到那個 那個什麼 游泳池 然後再反射到 牆上的那個影子 你就會看到有 類似像水波紋在動的感覺 它就類似像這樣子 但是顏色更大 你就會看到這個波紋 這什麼叫繞射 為什麼會有所謂的繞射條文 所謂的繞射 就是光 穿過了 極霞的縫 光穿過一個極霞的縫 然後 那光 本來光有點走直線 可是經過極霞的縫 它就變成一個 來 我這邊畫一張 幫我看一下 我們用水波紋來給各位看 今天呢 如果今天 假設我有一個臉門 我今天點了一下之後 比如說在這個水面上點了一下 它不是有一個水波紋這樣起來嗎 對不對 但是呢 如果我這邊放一塊平板 一個板子 我這邊如果 切一個小洞 這個水波紋慢慢過來之後 經過這個小洞 就會產生這樣子 對不對 但是如果經過兩個小洞 那今天這個波紋會 互相干擾 那 經過這個小小的縫 這個所產生的 就叫做 有點繞射的感覺 那光一樣經過下 如果你今天不是俠縫 你今天縫很大 如果你今天縫是這麼大 那波紋一過來 它大概 波紋就可能是類似這樣 這樣子 感覺就比較沒有繞射的感覺 OK 就沒有那個環形的那種感覺 可以嗎 好 所以光經過下縫 也有這種特性 那光哪裡經過下縫 哪裡有 前面哪裡有柵欄 很小 哪有那麼小的柵欄 其實重點就在 我們來看前面這一張 今天 太陽 你看像比如說太陽 月亮快把太陽遮住的那一上 這個地方薄薄的 感覺就是光經過那麼小的一個縫 然後後來就產生了繞射 在地球上 可以看得到 OK 好 那所以呢 日全時的時間 來 給各位看 全時時間 整個全程 從日偏時 再到全時 再到日偏時 最長可能可以有 一個多小時到兩個小時 都用 甚至三個小時 那但是呢 真的被月亮遮住的時間 最長最長只會有七分三十一 最長只會有七分三十一 不會不怕太長 OK 然後呢 如果你希望 你能夠看到日時的時間 越長 最好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 月球越大越好 月球遮住太陽的時間 月球越好 所以呢 最好在月球在近地 月球才會看起來大 那太陽是越小越好 也就是地球在遠日裡 太陽距離比較遠 我看到太陽在想 好 那如果呢 發生日時的時間 正好是大概你現在所在的時間 接近中午的時間 OK 那 等於說 我們 等於說 月亮跟太陽都在我們的正上 對我們來講 它單位時間 走的路徑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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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 比較偏 早晨 或者是傍晚 太陽一走 或者是月亮一走 今天走的路程 對我來講 我們會看 它移動的就比較快 很快就移出去了 月亮很快就移出太陽 OK 所以 中午是 時間會最久 那另外呢 一樣 這個跟這個條件 類似 發生在赤道附近 可以發生在 南北極的情況 時間 會更長 OK 這幾個條件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後面等一下會有一些影片 跟一些比較趣味的事情 跟各位說 來幫我管理一下 謝謝 來休息一下